2014桃源国际动漫大展开跑了 从即日起到7月13号 一连十天要在展演中心与大家来见面 县长吴志昂也在开幕当天 到现场与青少年一同同乐 他表示桃源县不仅是国门之都 也是六都中最年轻的先士 相信在动漫产业的发展 在桃源一定能够闯出另一片的天空 今年桃源动漫大展的活动 以动漫西游记为主题 将玩乐动漫创意西游的精神 表现在展览中 汇聚动画漫画游戏玩具等等十大元素 包括电玩竞技冠军明星战队表演赛 百人密室脱逃体验等等 一系列精彩的展演活动 希望藉由这个展览 把我们所有相关的同好 相关的业者在这边做交流 也希望大家在这边 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意 让台湾的漫画动画游戏玩具的产业 都能够蓬勃发展 台湾县的动漫展吸引许多同好 以及业者来这里互相交流 刚好又逢到暑假的时间点了 许多小朋友们也结伴前来看展览 像是这几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们 他们说最喜欢卡通和漫画了 来到这里除了很开心之外 还可以吸收很多幻化和艺术品的知识 我喜欢看搞笑型的漫画 有很多我喜欢看的东西 馒头家族 还有革命机 还有钢铁人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现场融入十下年轻人 最喜欢也是最热门的互动游戏 活动期间每周六有电玩竞技冠军 明星战队表演 在现场还开放民众主队报名体验 还有风鸣日本的真人密室脱逃游戏 想要挑战的大朋友或是小朋友们 可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动漫展了 讨论新闻董振纳采访报导